今天一样小白也是吃鸡胸加肝 鸡胸对他的皮肤比较好 鸡胸加肝肝嘛 鸡胸加肝给你 还要送到他前面了 近期最红的毛小孩被这只小白莫属 他乖巧等候鸡饭的影片 在脸书疯传引起讨论当了网红狗狗 为了一读小白的魅力 记者根据信索前往美食中心 但由于当天鸡饭摊主没有开档 扑空了小白拒绝其他小贩的喂食 这一幕也成了记者的意外收获 而对于小白的爆红 鸡饭摊主审调中事后说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 第二只了会这样的狗 会这样打包的狗 第二只了第一只已经死掉了 一只比较可爱啊也是野狗 我怕那些狗狗会反对我这样做啊 当好给小狗吃啊 这里是做吃的 你这样做好像有些人会怕我怕不喜欢吗 所以我很早就有拍这个电视了 可是我没有把他post出来 你要骂我不是骂我咯 我们两个就不管了 我觉得他很可爱嘛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这么正面的parking 啊啊对 好像很小的事情而已 这边生意都已经很不定了 好给我赚到 祝福咯很多人祝福我咯 小白给我的咯 很多人祝福我都被祝福我 神尿中与妻子李慧斌都是爱狗之人 纵然每天都忙于经营鸡饭摊 但为了让流浪狗也能够获得一顿温饱 两人每天都会另外煮一锅白饭 搭配鸡肉以及剩余的鸡骨头 前往各区喂养 我做了半年 因为做了半年 三年多后我就养 应该是五年前的时间了 尽管两头忙 但沈氏夫妇把照顾流浪狗 视为一种责任与乐趣 甘之如意 将这一切视为甜蜜的负担